我可以保证费慢学习法 可以让你在三天之内掌握好 素描里面最核心的知识点 我们很多人没有掌握知识点的时候 习惯性的就开始狂练 本来一周就可以练好的线条 正是练了三个月甚至半年都没有入门 你就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天赋 连知识点都没有理清楚 这个跟天赋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讲一讲 如何用费慢学习法高效的学习素描 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 以前没有搞懂的一些素描概念 费慢学习法就是指将你正在学的东西 交给别人听 如果你能够讲清楚 那证明你就学会了 它分为四个动作 第一个呢就是要先建立一个概念 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概念呢 陈述给别人听 第三个呢回顾 我刚才讲的这个概念 别人是否听懂了 第四个呢就是做简化 就是这四个关键动作 我们在每一个动作上面都有可能出错 就拿我们这个排线条来举例 排线条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是要练到两头青中间重的线条 如何做到呢 多练就行了 好 我们开始去回顾 你会发现你一画就废 你根本做不到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 在回顾的时候出了问题 现在请各位同学全网收一下 你看一下胶练线条的有多少 一箩筐吧 画你这个法的各种的胶 最后甚至会有老师跟我们讲 花时间练吧 我当年也是这么练出来的 少则一个月 多则半年 练去吧 没其他招 如果你现在正受其苦 接下去 我们两秒钟学会 首先要理解 为什么要画两头青中间重的线条 因为它在进行接线的时候 我们把青的一头都接上了 这样的话呢 它就不会出现接横 它怎么才能做到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物理现象 我们把线条理解为 从A到B 它们在划过的过程里边 你和这个纸面进行接触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 你平行与纸面轻轻落下 它就会出现两头青中间重的线 因为你在运动的这个过程里 两头开始的地方 会轻轻切入 到中间就匀称了 在收尾的地方会慢慢抬起 它就会形成两头青中间重的这个线 你就两秒钟解决了 我们用了半年 用了几个月的同学 你会不会听到这里想骂娘啊 为什么不早知道这个点呢 那也浪费太多时间了呀 一个劲的要大家多练 那么你练的过程里边 你经常出现这种钉字头 去衔接的时候 也出现这种接横 你自己根本解决不了 那你多练是不是会增加你更大的这个错误呢 把你这个错误变成固定的 不可改的一个习惯呢 还在练坚持的同学 心疼大家三秒 因为再多一秒不需要了 你就学会了呀 这是开胃小菜 大家感受一下费慢法的真正的这个核心 实际上它是希望我们把一个复杂的东西 通过你深入的研究之后 得出其中的原理 完了用简单的这个案例 或者是小实验 去给它进行讲解 让大家对一个表面看起来既复杂 又很难掌握的一个事情 能够快速的掌握掉 你说这怎么会不爱它呢 那爱死了真的 好了 开胃小菜学完了 我们接着往下 再来提升一下 好不好 很多人对素描概念第一步 他就理解错了 你现在学素描 你会脑子里面装下很多的概念 像什么虚实了 像什么节奏了 还有韵律了 体积了 空间了 巴拉巴拉 一箩筐不止了吧 听得你一愣一愣的 徐卫红大师他讲 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 这句话奠定了中国美术教育对素描的定位 今天我们用费曼学习法讲清楚 且让大家觉得它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首先我们要理解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 它的核心呢 就是在造型上面 那造的话好理解 就是做出来 弄出来 形是个什么东西 实际上呢 形有两个状态 一个是线条的状态 一个是面的状态 大家先看一下啊 你现在看到的我的这个纸面 是不是平的 我把这个纸揉成了这个样子 我问你 你现在看见的眼 它褶皱了呀 然后感觉比之前平的 有体积了呀 对吧 好 记住啊 看起来是立体的啊 记住啊 各位同学暂停一下 你摸一下 你现在正在看的屏幕 告诉我是什么样子 平的呀 好了 那我问你 它为什么在我们一个平的屏幕上面 看出来立体的效果 这就是形的秘密 大家看 你能否在这个区域 看见一个三角形的 它的颜色是比较深的 看见了吗 你能否在同样的这个区域 看到一个梯形 它的颜色是相对亮的 而这个区域 你有看见一个三角形 它的颜色是相对灰的 我们来模拟一下 那么我做了几个什么动作 也就是把它的位置找见 对吧 把它的形状找见 我把这个颜色 放在这个三角形的形状里头 并且画了一个深色 你看见没有 从这些线条构成的这个形状 现在变成了一个颜色面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再把灰色加上 如果把周边的这些 再给它加一些丰富一下 那你来看一下这个纸 它是不是在我们的画面里面 呈现出来了 很明确的一个立体效果 立体效果就是什么 体积 那么既然产生了这个体积 我问你 能不能感觉到 这一块是鼓起来的 而这些地方 它是往后退的 或者往下转下去的 那么我问你 这个是不是空间 那我再问你 你看见了我们的画面里边 这些个大小不一的 这些个色块 它是不是就产生了 所谓的一些差异 当我们把同样的这个事情 再去进行重复 在整个的一个画面里面的时候 那么这张纸 它就会呈现出来 我们要的这个节奏 节奏就是简单的一个事情 不断的去重复 大家感觉到了吗 而所谓的虚实又是什么呢 其实指的是颜色的强弱对比 我们把这一块的颜色 给它加强一点点 你看这一刻 它就往上提 这里感觉呢 和这个白的 在进行对比的时候 感觉更强烈一些 而这些地方呢 相对会灰一些 如果这个还不这么好理解 我们给大家画一个 长画的东西 就是这个正方体 如何去加强 所谓的虚实呢 是它要落地的时候 把前面的颜色 加重一点 后面的颜色 变淡一点 这不就产生了 前面看起来 更加的显眼吗 这不就是实吗 后面相对来讲 就会怎么样 没有那么显眼 它就是虚吗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它就离我们更近一些 它的近其实是 通过加重这个颜色 产生的所谓的实 那么虚实实际上是指 颜色的重和淡 重色与周边 去进行对比的时候 它就显得更强烈 淡色与周边对比的时候 显得就更加的弱一些 那么所谓的实和虚就产生了 那我们现在揉了这个纸团 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事情 总结下来 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 这个形 才是我们素描学习的核心 大家明白了吗 所有这些表面看到的 我们都称之为现象 什么虚实节奏 韵律体积空间 那都是表面现象 你只要把核心的形 给它解决了 这一切水到渠成 素描就这么简单 徐北红大师的那句话 其实就是要大家 研究完这些东西 你就在进行素描 绘画的过程里面 或者以后去通过 空间设计 平面设计 或者各类的需要去进行形象还原和创作的这些东西 你都是在把这四个东西进行组织进行变换 我们用费曼学习法给大家把这个复杂的现象用简单的一个小实验呈现出来了 好了对这四个关键点呢你学到了 如何去带来这些表面现象呢你也了解了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好纸团子正方体太简单 我们来一个挑战的 你看是不是还是这回事 我在这些位置画成了各种形状 然后呢我填上颜色 你看这是个啥呀 神奇吗 然后呢你看啊 同样的加上这些位置 这个形状把这个大小区分好 嗯 这就是一个苦逼的艺术求索青年呢 呵呵呵呵 大个眼睛 老师你在讲啥呢 我们接着来 再区分里面的颜色 你看 所以朝下的这些 对吧 加重一点 啊 加上另一个形状 再把颜色填上去 我问你 哥们现在看起来 是不是变得比之前更有体积感啊 有没有 同样的道理 我们再把上面的这些更亮的灰色 把形状找出来 给它加上去 那这个哥们 在我们眼前呈现出来的 它就会变得特别的真实 那我需要的这些个虚实和节奏 怎么产生 所谓虚实就是 我把离我们近的一些地方 我加强一下对比来 把这个鼻子给它挺起来 对吧 我把它这里加重哈 然后整个脸颊高的到低处的 我把这块位置给它略微的加重 整个慢慢渐变下去到下面啊 它就产生了很好的这种空间感 对不 你这么着看下来 给人感觉就会更加的真实 看清楚了吗 我想这个边上呢 更清晰一些 那怎么办呢 现在的颜色不够重是吧 我把周边的背景的颜色 给它压重一下 你看整个脸 是不是看起来 就更加的立体 有空间感一些了 你信了吗 现在 你觉得我们把这个素描 研究的这些一本规律 说清楚了吗 它是不是在合适的这个位置 找见需要的这个形状 它的大小区别控制好 完了 再把它的深浅区别开 这个人物也就画出来了 相比这个简单几何体 它是要复杂一些的呀 可是又怎么样呢 复杂能够打败我们吗 打败的是我们对这个事情 没理解 没学明白 现在用费慢学习法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 搞定这个事情了 对不对 所以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当我们用对了方法 对吧 你就会很轻松的 获得我想要的东西 那最后呢 我邀请各位同学 把今天学到的费慢学习法 应用到你的学习中去 你也可以尝试着 在我这边 听到的这两个小的案例 讲给别人听 你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别人是否听得懂 当别人觉得讲清楚了 他也听懂了 也觉得这个事情是简单的 那么我恭喜你 你已经是费慢学习法的掌握者 你的学习一定会突飞猛进 我也欢迎各位同学 如果有更多的一些高效的学习方法呢 分享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好不好 当然有更多的一些系统学习的 快速提升的需要 把时间里面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学霸 那么我邀请你来到我的VIP班 一起学习 有更多的学习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双评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呢 快速的提升学习效率 早日成为那个 我们最赶的学霸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下期见 拜拜